当南瓜哥哥我在沙发上打起哈欠 厨房又飘来妈咪热得哭 奶香味的时候 二十人就知道哥哥快要到家了 二十人瞧瞧守在门口 等会儿哥哥一退门 我就跳了他肩膀上去 二十总是喜欢恶作询 哥哥也从来不会生气 上次啊把哥哥的手串咬断了 鼻子噼里啪啦崩了一地 哥哥也只是凶了二十几句 二十只要低头装作难过的样子 哥哥就舍不得了 哥哥说不肯咬手串 不然二十不小心吃到珠子会卡住 很难受 原来哥哥是担心我呀 那二十就不吃手串的醋了 叨叨叨 是哥哥的小布声 门开了 二十努力的一跳 都怪哥哥长得太高 哥哥伸出手 二十顺着哥哥的胳膊爬到了他的肩膀上 外面好像下雪了 哥哥的围巾上帽子上都是亮晶晶的东西 二十最喜欢趁哥哥脱外套的时候 钻进哥哥的大衣里 那里又暖又软 一时总会忍不住的蹭一蹭 惹得哥哥直笑 妈咪总是怪哥哥宠得我无法无天 哥哥一边咕咕喝着牛奶 一边揉着我的脑袋和妈咪撒娇说 二十还小了 不急着立规矩的 二十喜欢趴在哥哥的肚子上 听哥哥讲故事 哥哥会讲工作的事情 哥哥好像是个大明星 有好多好多人喜欢的那种 哥哥要坐着一只特别特别大的鸟 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二十总想 如果我可以跑得很快很快的话 就可以拖着哥哥送一下就到了 但是二十的腿很短 二十跑得很慢 二十只能希望哥哥 每晚都能睡个好觉 哥哥还会讲他在学校的故事 课程有点难 但是哥哥都跟得上 学校里的女生 总是喜欢围着哥哥看 哥哥有几个很好的哥们 宽大叔不在的时候 他们会帮哥哥打掩护 哥哥也会和二十讲一些 二十听不懂的话 哥哥说他要在这个时代 留下很厉害的痕迹 哥哥把二十放到肩膀上 二十钻进了哥哥的卫衣帽子里 只开了一盏小台灯的屋子 也是暖洋洋的 二十喜欢趴在书桌上 看哥哥写字 二十每次想要捣乱的时候 哥哥就会一把捞起二十 放到腿上 手一下一下地挠着二十的背 哥哥的腿一摇一摇 二十很困 哥哥 梦里的二十长了一对 很大很大的翅膀 夜深了 我们也睡吧 我ymm alliance 我们下wr 会一 readiness 以上 滴